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让你帮他贷款借钱 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们俩从小感情都特别好 是一个村的 一起长大 也算是发小 最要好的朋友吧 他现在在外地打工 经常会委托我 帮他照顾在家里的老人 也就是他的父母 我记得有一次 他打电话跟我说 他要出差 然后手里没钱 让我帮他订一张机票 他说等出差完了 公司会给他报销 他再给我 然后我就果断 帮他订了机票 但是后来 公司给他报销了 他也没还我 还有一次 他跟我说 他跟他男朋友结婚了 但是买房还差几万块钱 因为我回老家创业 我也没有钱 然后他让我帮他贷款 因为我想的是 他的终身大事 我们俩感情特别的好 也是很重要的朋友 我就帮他贷款了 我为什么要贷款 借钱给他呢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们俩关系很要好 我比较相信他 而且他跟我说了 他过年回来会还给我 但是后来我又接到一个电话 是他打的 他说过年回不来了 让我帮他家里的人 给他父母办一份年货 所以今年我家的年货 包括他家的年货 都是我自己在弄 两份年货 后来办好了年货 我送给他父母的时候 他又在微信里说 让我给他父母 三千块钱过年 因为当时过年 我手里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就给了他父母一千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怎么那么抠 我又不是不给你了 你就给一千 当时我也没说什么了 我记得是年后初九那天 他给我发微信说 他要回来了 然后让我去车站里接他 当时我也很开心嘛 好久没见了 然后我就早早地 去车站等他 但是他到了以后 就跟几个朋友 一起去吃饭 没有叫我的意思 就让我把他的行李 带回家 他回老家以后 我们第二次见面 就是在同学聚会上了 我以为我跟他的关系已经好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比了 本来那天我就想跟他坐在一起 但是他果断地坐到了那些 开奔驰 开宝马的同学旁边 然后他们聊着那些 各自的生意 时不时还说一句 瞧不上的村人 当时我感觉 我已经快不认识他了 然后自从那一次 同学聚会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找过我 也没有提我借给他钱的事 好像我们之间 跟谁也不认识谁一样 当他再一次联系我的时候 就是今天 他跟我说 他已经回去上班了 他在微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回来太匆忙了 没有给我爸买酱水鸭的药 你今天赶紧去帮我爸买一点 下次回来我好好感谢你 看 你爸的药我帮你买了 虽然今天还下着小雨 你知道从咱们老家到市区 坐班车需要一个多小时 但我还是来了 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谢谢 因为我知道你忙 你压力大 我也很心疼你 所以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但你却把我当傻子 希望你在大城市里 好好工作 好好挣钱 遇到更多有格局的人 好好学会做人 我这个农村姑娘 可以不上了 再见